我和老公是高中同学 结婚六年多 女儿五岁 我们在别人眼中是模范夫妻 老公对我也不错 虽然我是全职主妇 但是老公赚的工资都算交给我 意外发生在周五 老公出差回来 我和老公是高中同学 看他满脸疲惫 就给他买好睡衣 让他先洗澡 就在我老公洗澡 我做家务的时候 五岁女儿拿着一颗药来问我 爸爸是不是生病了 我一看是紧急避孕药 仅有的一律避孕药特别刺眼 顿时脑袋就很疼了 我问他从哪儿拿的 他说爸爸的包里 我很生气 问他为什么乱断爸爸的包 女儿看我脸色变得很难看 以为爸爸病得很重 我跟他说 爸爸就是牙疼 没事 我把女儿打发到卧室看电视 我翻了下老公的包 里面的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加密了 我也打不开 我把紧急避孕药又重新拌回了老公的包里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你看你包里装了什么东西 老公还若无其事地说装了什么啊 我说紧急避孕药啊 你不要说买给我吃的 我可是上环了 老公恍然大悟地说 哦 你说那个啊 那个是小刘 让我买的 他忘记拿了 我才不信他买一套鬼把戏 直接说咱们离婚吧 周月我特地问了老公的好几个同事 他这次根本不是跟小刘一起出差的 怎么可能给小刘带买这个东西 显然老公骚谎了 小刘也骚谎了 现在已经离婚了 你说我做的对吗